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前新北市议员金瑞龙你看看他的画面 他是先想要用手拍但是很怕不礼貌 于是他来一个隔空用吹的吹一次 这个苍蝇还是赶不跑吹两次一样 最后他使出了大绝招就是用力一吹 吹到包括像是麦克风都收到了一个声音 就是呼的一声 那么这个画面也引起大家看到之后 觉得实在相当的爆笑 而侯友宜依旧是临危不乱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换棚内